請各位試著 今天主要大概幾個 我們就是把之前講過的再延伸 所以第一個就是存CSV CSV剛剛遇到比較大的問題就是編碼 第二個的話就是換行 這兩個問題解決 應該後面問題就好解決了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第二個問題 要把它存成Excel 存Excel怎麼存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拿剛剛的這個檔案 所以第一步 也許我們可以拿這個切到 把它另存一下 把這個專案另外再存一個 就是也許要底線Excel 把它存一下 拿這個來改好了 當然第一個問題是說我要存檔 那可是問題存檔的話 我講過這三行就不OK 因為這三行是存CSV 所以把它delete 直接先Ctrl1好了 如果你還不確定要不要的話 你先把它Ctrl1好了 先把它背 就是先留在這邊 那第二個的話 你說老師 那我要把它存Excel的話 我只記得我們會有三個東西 那如果你忘記沒關係 雲端上有範本 對 OK 所以寫程式來 沒有說叫你一定要背 但問題是 你將來需要的時候 你要找得到 你不要連找都找不到 那當然你就不OK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在哪邊找 我們上禮拜有提到的部分 那我們就找雲端上面的第五個單元 第五個單元裡面 我記得好像在31頁吧 還是第幾頁 OK 因為這個蠻常用到的 所以你可以另外 或者是說 你可以自己再整理 自己整理一個 沒有那麼多 好 十第 在這裡 有沒有 範本在這裡 所以呢 你把這三行 乾脆 這邊也許可以把它做個分隔線 有沒有 然後Append Append這邊又一個 OK 所以兩個 有沒有 然後 所以 第一個的話 把這三行 Ctrl C 然後直接放哪裡 放在它的上方 Input下方這裡 可以 或是上面也可以 好 那這樣我就產生三個 一個是我產生了一個工作部物件 然後並且產生一個工作表物件 那這個工作表指的是工作部的第一個工作表 OK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我需要怎麼樣 把它append進來 所以再來的話 第二個的話就是append的 可是問題append的就是 append的一筆資料 那當然你可以 放哪裡 假設我先放這裡 那最後把它save好了 可是問題這樣程式應該還沒有OK 那我還需要做什麼呢 把那個什麼 把所有資料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個的串列 然後最後才能存檔 存檔的名稱也許叫什麼 北市住宅切到 點XLSX 大家目前只有存一個檔 而且這邊 所以接下來要思考一個問題 如何把這些資料 變成一個一個的串列 然後放到這邊來 接下來怎麼做 所以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如何把html.test 全部切割 變成一個一個的串列 然後放到哪裡了 放到sheet.append的後面 這樣這一題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解決這個 如何把它變成 那當然在檔案物件裡面 有叫什麼 realize 直接的 它讀進來 除了是read是全部讀字串 realize 讀進來變串 可是問題 這個request.get 讀進來只會是文字 它不是串列怎麼辦 所以你變成你要自己手動切 可是問題怎麼手動切 那不就想到supreeze 對不對 可是supreeze怎麼切 所以第一個 我先把這些先註解掉 因為這個我們先不要弄 反正我們要解決的是 把這個html.test 轉換成一個一個的串列 放到sheet.append的後面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先把這邊 先把它觸解一下 先把它mark掉 等一下再把它拿用 所以第一個 我要怎麼切 那我切的話 還記得吧 可以拿這個 直接切 可是你說要怎麼切 當然如果你沒有idea 沒有那個 想法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 下載下來的東西 我講過 用edit with node配++ 它每一行有沒有 它後面就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所以我可以用supreeze 然後可以把它先切 它變成說切完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就編號0 這個是第二個 就是編號1 一個一個 最底下的話 我看一下 最底下還有一個 所以如果這邊切的話 那理論上後面又多一個 但是這個後面最後一個是空的 所以會多一個 那怎麼辦 我先切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們先怎麼 先利用這個 電什麼呢 電Spritch 還記得吧 Spritch 然後它用什麼去切呢 它的中間是反斜線R 反斜線N 好 那你幫我切完之後呢 幫我丟回去給一個 叫例子E的一個 變數名稱 好 假設例子E 然後呢 我就先把它print出來看看 print 然後print了什麼 List1好了 所以第一步 我們先把它print List1 這個先關掉 這個就先把它註解掉 不然的話它變成 先print了全部 我先不要print它 然後呢 假如我Spritch了它之後 放在List1 那我把List1 print出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 它是 會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然後呢 每一筆資料 每一筆資料 中間都加dou號 所以我把它拉到最上面好了 這資料很多 但如果你這樣看 有沒有 3000多筆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輸出之後的話 開頭是一個 中瓜糊 然後第一筆的話 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就是它第一筆 就是上那欄位名稱 然後dou點 第二筆就是1號 再來就是2號 然後我一直可以推 OK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它一個一個的話 那變成說呢 它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就是一個字串 第二個都是一個字串 所以呢 它並不是一個串列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把資料 喂給append 它不能接手 也不吃啦 所以怎麼辦呢 我還變成說第二次切割 第二次切割的話呢 就按照dou點的地方切 所以喔 再來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底下變成要跑個迴圈 for i in range 把這個串列裡面的全部範圍做切割 那切割的範圍呢 我就從0開始 到它的全部 L1N L1N 然後呢 它這個串列總共多少 就用L1N算 不過喔 最後我建議是一定要-1啦 為什麼要-1 因為在最後 好像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切割完之後 尾巴會多一個空的資料 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不需要啦 所以我把它先避開 -1 Enter一下 冒號Enter 接下來的話呢 我再做第二步切割 所以呢 怎麼切割 L1N 然後它如果抓到第幾個的話 就是中瓜如i 那切割的話呢 就是點Sprits 再第二次切割 Sprits 那因為它中間都是dou點 所以我就按照dou點 把它做切割 那切割完之後呢 把它丟到前面去 那我再增加一個變數叫L2N 等於什麼呢 我第二次切割的結果 所以呢 切割完之後的話 我再把它print出來 print什麼 print list 2 OK 把list 2把它print 那上面這個print list 1 就把它關掉 這樣不然就會干擾 OK 那這樣的話呢 把它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 切割完之後呢 它就變一個一個的串列了 有沒有發現 它只要一筆資料 就放一個串列裡面了 那等同就是說呢 我只要把這個串列 塞到append裡面去 那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寫到Excel了嗎 OK了 所以哦 記得我剛剛 切割的方式 可能要切兩次比較麻煩 第一次的話是切什麼 反斜線R 反斜線N 切到list 1 第2次切割的話 是切個豆點 OK 然後print它 好 那第3個的話 我就把剛剛的這個 就是轉換成那個 Excel的三個步驟的東西 第一個是這三行 第二個的話 就是這個append 那把這個註解拿掉 那記得哦 一定要把這個塞到 4回圈裡面 所以記得按個TAB鍵 讓它在print2的下一行 最後一個動作什麼 把list2怎麼樣 把它Ctrl C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面來 這樣子 最後的話呢 把它Save存檔 應該就搞定了 OK 最後的話 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執行 應該這樣OK吧 所以執行看一下 沒錯誤 沒錯誤訊息 表示應該 這個會有個 北市住宅切到點XLSS 就是這個檔 Save的這個 點兩下 打開看一下 會不會成功 沒錯吧 Ctrl向下 3680 沒錯 OK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是成功了 好 所以最後 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把那個範本裡面的三個部分 先貼過來 OK 當然你也可以 等到切割完再貼 沒關係 所以這個第一個 Step1 這個是第二個 Append 這個是第三個 有沒有 因為它需要一個list2 就是切割 所以呢 我第一步是先把 這個下載的文字 先切第一次是用這個 反斜線R 反斜線N 第二步的話 再利用第二次切割 再把豆點切開來 然後變成list2 OK 試一下 這個程式碼 雲端白板上面 應該有 放一模一樣的吧 這個 這個我記得好像我有把它放在0601的 看下方這裡 0601 存為e sale這裡 OK 這邊 那上面這邊是範本 底下這個才是 有沒有 就是這一 剛剛我寫的應該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次的Splitzer 這個是第... 我看一下 不過我切了一個list 這個不用 這個 我多了一個步驟 就是把那個 好像空白拿掉 不過如果空白不拿掉 不影響的話 這個把它拿掉沒辦法 第二次的 這個 這個是第二次的Splitzer 最後把它append 到那個檔案裡面去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 我看一下 第三頁的地方 就是把它存成 那個e sale檔案